游地區號貼到這邊來就OK了 游地區號那個工作表其實就是可以工程生退的 當然你如果希望把那個程式留下來的話 你可以記得另存新檔 記得一定要把它改成就是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把它存起來 OK 那你想說為什麼要存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顧名思義嘛 一定要什麼 如果你裡面有VBA程式 而且要存起來的話 記得要選正確的格式 如果你選錯誤的格式 那你之前寫的VBA程式 就會全部消失 這點可能要 特別的小心 記得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然後把它儲存一下就OK 把它放桌面好了OK 這個檔案就可以關閉了 它就可以工程生退了 那我們已經把游地區號放過來了 那剛剛有同學問到 為什麼他V-R函數查到的結果不像我這樣子 那記得主要原因可能你要檢查一下名稱管理員 裡面的這個名稱管理員是不是正確的 如果你的範圍不正確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把它 重來一遍 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把它刪掉 記得一把游地區號先 複製一下 因為你假設不想再多打這四個字 2的話呢 選A2 到最下面 所以 A2 Ctrl-Ship向右向下 然後呢 游標放在 名稱方塊上 把名稱貼上 按Enter 這樣的話呢 你就會多增加一個 游地區號的名稱 你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或失敗 其實你可以從公式的名稱管理員裡面 可以看到 這個範圍應該是OK的 它會顯示出你的游地區號這個名稱 對應到的其實就是 游地區號 A 清探號 就是這個工作表 A2 一直到 C的369 那就OK了 那我們利用這個範圍呢 就可以來查詢 V的函數 這樣都OK 那這個 定義名稱呢 跟公式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 假如你對於 剛剛的部分 還是有問題 我剛剛有把畫面截圖 所以就是 類似這樣 就是先貼一個 游地區號 然後把這個範圍 定義一個名稱 再利用V的函數據 做查詢 公式在這邊 你應該 反正照著做啦 應該理論上不會有 錯誤才對 那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呢 現在呢得到的結果 其實已經比剛剛好很多 因為 之前沒有縣市 所以你假設 你希望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 到底今年度 哪個縣市 用電量最高 有沒有 其實好像常常新聞在吵 尤其是缺電的時候 其他縣市說 哪個縣市用電最多 然後 就是為什麼 而且好像 有些縣市對於什麼 南電北送 也有疑慮 因為之前突然斷電 主要原因是因爲什麼 新達電廠突然跳機 我想說 南部跳電 新達電廠在高雄 那為什麼整個全台灣都沒電 人家就 想說為什麼 這是不是電力系統 有點問題 南部發生事情 北部也會出事 原因是這樣 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只要有個地方跳 全部都跳 不行啊 你跳你應該跳南部就好 你為什麼連北部都跳 OK喔 所以這個可能還要思考一下 不然的話說真的 常常都 停電也不是辦法 有沒有 常常會想說 最近 還好今年好像還好 有沒有 那個夏天雖然 也蠻熱的 但是沒有因為這樣子 常常在跳電 之前其實我還想過 是不是要買一個發電機 有沒有 你家裡如果突然跳電 那不得了 沒電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夏天 沒冷氣就算 如果沒電風扇 那真的是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想各種方法 看看能不能 跳電的時候還可以 還好今年沒有 發生太多的事情 另外好像 這個月的電費 電費單也寄來了 因為現在電費 你們應該還沒有需要繳電費 都你爸媽在繳 OK 還好我看到 那個 帳面的數字 比我預期的還低 好像 這個月才1000多塊 因為 等於家裡有 很多台冷氣 幾乎都 大概有時候都24小時都在家的話 24小時都一直開著 到1000多塊我覺得 還蠻省電的 OK 我是覺得真的有些時候變頻冷氣 真的還蠻省電 當然你不能開太冷 像我習慣就大概開27度左右 那這樣基本上 就是不會讓感覺好像那個電費壓力很大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 統計什麼呢 統計哪個縣市 到底是後電冠軍是哪一個縣市 那最好是得到的結果 除了是一個表格之外 也要是一個圖啦 不然的話你看這個資料有多少筆 你可以按錯向下 73800 01筆 哇這麼多 所以這麼多筆呢 你說叫人家好了 今天假設你今天 這個資料給你 你自己去算 說真的啊 其他人應該覺得說 那我怎麼算 我不會 教我一下 跟各位講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插入樞紐分析表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功能 你一定要會啦 所以如果假設 你今天人家問你說 你會不會用以sale 你說會 那但是人家會問你會什麼 對不對 他如果問你說 以sale有哪些功能最重要 請你 分別 把那個順序排列出來的話 跟各位講 要我啦 如果人家問我的話 我覺得第一重要 就是你要會函數 第二重要 你要會 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如果以sale裡面 你不會這個東西啦 說真的 你說你會嗎 我覺得你 應該還不到會的階段 第三個的話 你可能要會 這個聚集錄製 就是把一些層次錄下來 第四個就要寫 VBA VBA就上個禮拜 我們講的那個啦 不過那個難度 相對會是最高的 那當然最高的話 其實在 這個市場上的價值 當然也是最高 所以你以後 如果假設你希望 薪水 相對的比較高一點啦 你要想說你那個專業難度是不是相對高 而且別人不會的你會 那相對的你拿到高的薪資 是算是正常的 OK 可是如果你會 你想說你什麼都不會你要拿高的薪資 除非是柬埔寨 但是詐騙的 OK 有沒有 那節目大概跟你講說 1月領10萬 什麼都不會沒關係 可能嗎 OK 應該是詐騙 我根本不相信 但是如果你今天什麼都會但是領很 低的薪水 那可能就是老闆的問題 對不對 灌老闆 那當然就 你可以 責量而期嘛 對不對 你可以責量木而期嘛 你不一定說你一定要在 OK 所以 剛剛講到的 Excel裡面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就是樞紐分析表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所以請各位把這個做出來 其次的話呢 再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可能要 我是建議 可以把那個 電 這個有沒有 當那個用幾度 稍微改成萬度 因為你會發現為什麼要改 因為後來發現 如果沒改 我把這個 I欄 選起來 然後給他一個 常用裡面有個叫千分位符號 千分位樣式 為什麼要給千分位樣式 把小數點拿掉 因為如果千分位符號 你一看 我比較習慣 像這個的話 就3300多度 有沒有 3300多萬度 這個是2000 有沒有2000萬 這個是百萬 5400 所以其實如果把台北市所有用電加在 那會是個天文數字 所以一般習慣 用電會是 以萬度為單位 不要以一度為單位 不然的話那個數字會太大 所以我建議 你可以在 I欄的右邊 這一欄 點一下 然後插入一個欄 那這一欄的話 就是以萬度為單位 所以把這個欄位名稱 切過來 然後後面補一個 叫萬度 或者叫萬度為單位 OK 多少萬度好了 那這個 得到的結果就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的資料 再除以多少 除以1萬 OK 這樣就OK了 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合理 不會說像前面 那個全部加總在一起 那個真的是天文數字 可能將來呢 連以 都沒辦法 顯示那樣的一個數字 那就麻煩 所以 我這邊 建議是 再插入一個欄位 然後後面就是加一個萬度 以萬度為單位 就對了 好那我們來統計 那怎麼統計 所以 第一個步驟 先增加這個 以萬度為單位 然後呢 把原來的資料 這個的資料 除以1萬就可以 等於 萬度 除以1萬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 接下來他會問你說你這個範圍對不對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問題 就是從A1一直到K的 73801 對不對 對 其實當然如果你不用K也沒關係啦 不過沒關係按確定就可以 接下來怎麼統計呢 第一個 請你把限式 拉到列 因為列是主要分析的這個欄位 比如說我要想要統計一下 這邊有這麼多限式 那其中的話呢 我希望去統計他的 什麼呢 受電的度數 我後來增加一個萬度 所以把這個萬度拉到這邊來 那他會做什麼呢 他會幫你把所有 用電的度數 通通加在一起 所以喔 只要是比如宜蘭線 他就把所有是宜蘭線的 通通加總在一起 那最後呢 我們如果要看到什麼 看到最後的結果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看到的是他加總最後的 結果哪個最多哪個最少 那其實喔你可以 把它排序一下 所以喔特別注意喔 再來就是說呢 把我剛剛做的 第一個是把限式 這個喔限式拖拉到這裡 然後把 用受電的度數萬度 拖拉到這裡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個加總 意思是幫你加在一起 那接下來他就幫我 全部都列出來 接下來的話 請你把游標放B4 排序一下 因為我希望喔 度數 最多的排前面 少的排下面 那怎麼排喔 很簡單 B4 游標點一下 資料裡面有一個Z到A Z到A的話 就是由大到小 幫我排一下 Z到A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地方有沒有 台中就排在前面 有沒有然後在台南 在高雄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 我習慣他 你就 不改那個 千分位符號也沒關係啦 我習慣是把這個範圍 Ctrl 向下 然後常用一樣 千分位符號一下 一樣啊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千分位符號點下去之後 那他就出現了 這是百萬 再來就是 億了 所以14億度 那天完數字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最多就是 台中市 其次是 台南市 OK 那我們就 已經把結果 給統計出來了 但是問題是喔 其實說真的 這樣來呈現喔 好像似乎 沒有辦法 其實已經夠 夠精簡了 像剛剛這個啦 如果你看全部的資料 7萬多筆 跟看 這個的話 當然相較 這個會簡單許多 不過喔 還是沒有 畫一個圖來的簡單 所以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再把這個樞紐分析表 變成一個樞紐分析圖 OK 請各位 試試看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剛剛 排序是 優標放B4 然後 資料裡面 Z到AE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